大家好,我是KK追等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今天是4月6号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支股票 前几天跟大家介绍的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想进去 做什么呢?做空 因为它已经涨了一半了 这是12块钱,对吧? 在这已经30多了吗?38吗? 整个是涨了一倍,两倍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的股票一定会有做空者 机构做空的 在这38块钱坐下来 到这儿你不也是赚了将近一倍吗? 两倍,将近两倍 所以当时还有战争 所以有些股票 是在绝对高的位置上就应该做空 因为从5块钱到38 已经涨了多少倍啊? 57,35 对不对? 58,40 精进涨了8倍 所以 朋友们,这支股票 这一轮行情结束了 在这儿呢 告诉你我要起涨了 然后打下来 有很多机构 他们的亲信或者懂这支股票的 在这里进入 因为走不下去了 因为走不下去了 然后在这儿又慢慢爬升 在这儿又歇一会儿 然后也是给你进场的 给你进场的这个时机 然后有一天大拉下来 然后这根下眼线非常长的 也是一个信号 就说它下去 马上就拉上来 就说机构在这里吃货 吃了很多货 它的交易量大不大 再看一下 这个 这根线在这儿 它交易量大不大 所以说 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股票 吃两边 在这儿进入 在这儿做空 走下来 现在从38 到这个位置 19块钱 将近一倍 也赚到手 然后现在呢 它下一个支撑位 就在这儿了 下一个支撑位 在这儿左右 11块 5毛3 11块半 左右 另一个支撑位 支撑位 不断地在向 上移动 如果 这个支撑位 没有被击穿 跌向 低于 这个支撑位 那么估计在这儿就支撑住 如果 跌穿了这个位置 那么向下 继续寻找 底部 所以我就先说 这支股票 今天刚刚想起来这件事 马上和大家 分享一下 这支股票的走法 希望大家呢 希望大家呢 慢慢学习 现在回到 富途母母的这个资讯方面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简单 航空 就 Jack Blue Jack Blue wants to buy spirit why one analyse s sales it is a really bad idea 为什么 因为分析说 这个是 非常不好的 糟糕的主意呢 大家可以 就是慢慢地看一下 就是说 Jack Blue 这个 有人提出 相反的意思 不是好消息 是 bad idea OK 银行考虑使用 Zella 挑战 Visa Mastercard 银行考虑使用 Zella 所以说 现在Zella Zella 或者Zell 这个怎么读 都可以翻 那就是 银行用这支 这个远件呢 目前有很多人 在用这个 付房租啊 买东西啊 给别人转款呢 还是比交 这个 干嘛 那么他的股票 怎么样 现在他没有股票 Right Visa One Stop 这几只股票 我在好几年前 我就知道 没有进入 当时的时候 是一百多 我也买过这个Visa 一百二十一 但是之后买买买卖卖 最后还是没有持有 如果持有一种股票 那么你就坚定信心 不要等他上上下下 他脑 搞得你很闹心 一直持有十年之后 一定会有 会有翻倍 或者翻几倍的机会 但是呢 那个就看你能不能拿住股票 是否是否你选对了 OK 星巴克 在回归 熟悉执行官 苏尔市 停止股票回购后 下调了评级 所以他跌了 但在工作 工会努力中 专注于工人 亚洲市场 亚洲市场收盘 4月6号 亚洲市场 风生指数 都是下跌的 风生科技指数 下跌了 3.84% 3.82% 迈阿尼 密码也新 他还在有 有很长的路 要走迈阿尼 苹果全球开发者 大会6月6日开幕 苹果全球开发者 Developers 马斯克令人震惊的 持交收购申请 可能会冒着 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新一轮战斗 风险 马斯克 他的动作总会影响股市 所以有很多人愿意注意 以马斯克推出和言论自由 又推上这个热门话题 通货膨胀正在见点 这句话说得好 通货膨胀 is peaking that doesn't mean prices are going to fall 但并不意味着价格会下跌 所以房市也好 物价也好 是否会下跌 我们来再继续关注 这个inflation Rob Lux 授予CEO 超过2.3亿美元的薪酬 瓦塔又涨东西了 可是股票 跌了7.06% 精神航空公司 Spring 这台Airline 获得今年第20收购要约股价飙升20% JetBlue Frontier Spring 在Airline 但是今天它现在的价钱在跌 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图 对日线图是这个样子 又在大涨 所以这是件好事 有些航空公司在疫情之后 已经不是有各个国门都被打开了 有些航空公司股票会上涨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